犯在了朱芳宇的身上 如果朱芳宇两罚两中 那就是13分 对 13分就算是让你约识阿克格农这种不讲理的投法 再投中一个3分 还有10分 对 而且朱芳宇的罚球运动力啊 是没有问题 对 约识阿克格农在东莞德比本赛季的首场东莞德比里边呢 他是砍了44分 7个篮板 但是今天 能没上没上20分 对 今天呢是对吧 因病啊 状况 而且上场时间啊 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也是对 压制的很低 三个老将都上去了 打好最后的20秒 杜丰也上去了 还是采取犯规战术 19.9秒 对 这个犯规啊 犯的非常的及时啊 时间几乎是没有 只走了0.1秒 但是哈德森的罚球还是比较稳健 呃 节骨眼上有压力 看看怎么样 第一罚挺顺 对 这个作为一个三分的投手啊 嗯 在关键时刻 应该是有很高的命中力 但是哈德森 呃 心理上扛压能力 不是太理想 但是哈德森 但是哈德森这个球啊 抢到了篮板之后啊 没有拿稳 这样又把球权交给了广东东莞银行 又把 有力的局势啊 局面交给了广东东莞银行 你现在状况啊 只是说让比赛啊 的结束啊 稍稍的延迟一下 嗯 看看董汉林 打到这样的状况啊 这个 马可波罗 如果董汉林两罚不中 东莞 马可波罗 投中一个三分的话 东莞马可波罗 还有翻盘的机会 对吧 他只要不赢十分就行了 因为首场比赛呢 马可波罗队是赢了 赢了东莞银行九分球 对啊 这样就没戏了 没了 嗯 但是今天以 马可波罗的这种人员配备啊 再加着张凯啊 这个提前犯规啊 嗯 能和 总管银行的 打成这样 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对对对 等于是个残阵 对啊 呃 赛前 备受关注 嗯 其实人员不齐整 嗯 能打成这样的一个状况 而且是靠一波年轻的小将啊 呃 老 老队员里面啊 就有这个 秋彪啊 上去投了几比三分 秋彪张凯两个老队员 对 但是张凯是 提前犯规 离场 嗯 孟多呢 算是老队员和新队员之间啊 但是孟多的状况啊 发挥的一般 嗯 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结束以后呢 东莞银行队就上升到积分排行榜的第二位 而东莞马可波罗队 就下到了第三位 对啊 啊 没有了 没有了 完完全全都没有了 对 9号冯奇在关键时刻球丢了 让哈德森 让哈德森 把球反抢 呃 但是今天面对的这个 而东莞马可波罗队来到了第四季